109年的地价税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 华联县地方税务局提醒民众要在期限内缴款 以免被加征制纳金 如果税单遗失了 可以赶快向税务局或者是各个乡镇市公所来申请补单 华联县地方税务局表示 109年地价税开征统计到目前为止 还有将近一半的民众没有缴款 税务局提醒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 还没有缴款的民众要赶快缴纳 如果没有税单也请赶快向税务局 或者是各乡镇市公所来申请补单 低价税已经在今年的11月开征 缴纳期限到11月30号截止 请乡亲朋友记得要尽速在期限内缴纳 过期两天会加收1%的制纳金 过期30天以上会加收到15%的制纳金 并且会移送执行 如果是有办理转账扣款的民众 请记得在今年的12月1号之前 在您的账户预留足够的存款 以备我们扣款 如果有相亲朋友还没有收到地价税缴款书 或是不小心遗失了 那可以尽快地拨打地方税务局的电话 或者是从网络上线上申请补发缴款书 那另外本县的各乡镇市公所财政客或财经客 也有提供补发地价税缴款书的服务 相亲朋友可以就近办理 税务局表示 税额3万块钱以下可以就近到便利超商来缴款 或者是使用线上查缴税来缴款 还可以参加抽奖 如果任何地价税的疑问 可以拨打税务局免付费电话 0800386969 或者是038226121 分均182到187 借鲁汇幻市报道